其实就安排了潜见国造的进度报告 那当然它是一个机密会议 但是机密会议是你看不到 我看不到 马文俊与他的朋友们都看得到 对 马文俊与他的朋友是谁都不知道咯 欢迎大家收听民房关我什么事 带你关心民房大小事 我们今天要来聊聊立法院啦 那第11届的这个立法委员 在2024年2月1号报到旧任 那从2月到现在 这一届立法院就如大家期待的啦 目前是就是很有戏 有各种营地跟影后 只有在指谁吗 嗯不知道 我想应该是看得蛮高兴的 马景涛有得奖过吗 马景涛有得奖过吗 我不知道 等一下我们听说 我们可能已经不知道马景涛是谁了 对 好没关系 大家应该知道别的景涛啦 最近就是每周都有这个新的话题 那当然民房关我什么事的节目 就要来关心一下新国会 跟民房有关的这些国防外交委员会啦 或者是内政委员会 对因为其实 当然如果真的要讲话立法院的 各个委员会 说实在都会牵扯到一些 关于民房的题目 大家想说委员会 简单帮大家介绍一下好 就是因为立法委员有113席嘛 说实在如果你真的要讨论事情 你不可能每一件事情 都将113个人讨论 所以你大家如果有开过会 就知道如果那么多人 就根本上会一直开不起来 大家就需要这个 针对自己的专业啊 或是自己有兴趣的题目 去选一个委员会 那就是刚提到跟民房比较有关的 当然可能外交国防 主要有国防议题 或者内政委员会 那为什么呢 因为内政部会主要跟 里长啊 或者是一些房灾啊 民房像民房大队啊 像这样的议题有关 所以其实像 这两个委员会 会是跟整体民房 最有关的委员会 当然不是说 其他委员会就无关啦 就像可能教育部啊 教育文化委员会啊 多少可能会 比如说学校的民房教育啊 等等的 或是社福外委员会啊 可能会跟医疗啊 就是紧急医疗啊 如果发生灾难的时候 要怎么应变 也许也会有关 但是我们先着重在 内政委员会 和外交国防委员会 因为通常民房这一题 我们就会先提到 国防外交委员会啦 那所以我们就来看一下 国防外交委员会 这一届有哪一些委员 那这一届基本上 就是大洗牌啦 那上一届这个首 国防外交委员会的 民进党立委们 包括罗志正啊 林静怡啊 蔡世英跟赵天兵 看这个名单 突然觉得 是不是很多人都出事了 哪一种事呢 大家心里应该有点低 不好说不好说 对对对 那这些人 就是有一些是落选啊 那有一些是主动退选 没有连任嘛 所以这个资政委员里面 目前只剩下 王定宇叙流 对就是前一届 是外交国防的 这一届看起来 主要就是 王定宇是重复的 他有出事吗 不好说不好说 就是刚刚这整个名单 念完之后 我想说 除了林静怡之外 好难接 下一位 对那民进党 在这个国防外交委员会 这一次就加入了 新科立委陈冠廷 然后有一些新面孔 是洪生汉 林楚英跟罗美林 这些委员 是第一次到 外交国防委员会 大家可能也都有关注 跟认识 一直在经营认知作战 或者是民主防卫 这一体的沈柏洋老师 也都在国防外交委员会 对所以其实 民进党也算是 很多新人进去啦 那这个委员会 其实过去 也是比较冷门 但是新国会 好像还算 相对多人关心一点 但我觉得还是 先把这个镜头 转给国民党的部分 那国民党的话 其实就有一些委员 连任啊 像谁 像这个爆发 潜见泄密的 马丸军委员 然后我们的 台湾的内地立委 马丸军 你所小木屋的主人 小木屋的主人 对豪华小木屋 那他之前其实有些争议 然后我想大家都有看过 不管是说 好像有泄密给西大国家 我们关于潜见的资料啊 或是他在曾经有 这样的记录是 出席跟国防机密 有关的秘密会议 结果他不想要签保密协议啊 或是还要在会议中 好像偷偷打电话给谁 然后讲一些 机密资料的内容啊 等等的 不过当然 虽然有这些争议 但是马丸军委员 似乎在他的选区 很给力 还是继续高票当选 而且选择继续留在 外交国防委员会 而且像第一个会期 因为这个立法院 已经开议了 这个第一个会期之中 马丸军委员还担任了 外交国防委员会的招委 那这个招委的是做什么呢 就是负责安排这个委员会 每天要叫谁来报告啊 审查什么样的主题啊 所以他当然会看到很多 可能比较机密的文件 我们看这一次 是这个土地的主人们 好像也都选得还不错 土地的主人们都选 土地吧 对跟土地 这很有感情 对好有比啊 那像这种马文军 这种有泄密疑虑的立委 其实也继续留在 外交国防 这样真的没问题吗 真的是令人很欢迎 我觉得这个是 需要一个制度上去解决啦 那我像其实之前 在前一届委员会 其实有定了一个规定 就在委员会里面的规定 就是被继承为 马文军条款嘛 因为之前有说过 他可能在秘密会议的时候 拒绝签字 就是保证不会泄密之类 这个时候不好签 你居然会泄密的人 应该也会签 但是他不知道为什么不签 好不管 反正总之呢 后来有这个外交公团委员会 有规定说 这个要更严格的这个限制啊 比如手机要什么 锁在门外啊 然后你要 一定要签保密条款啊 等等的一些限定 结果呢 当然啦 虽然有这样的限制 那但是马文军委员 他现在又是 这个委员会的 召集委员嘛 安排议程 他果然在这个会期 没过多久 其实就安排了 潜见国造的 进度报告 那当然 他是一个机密会议 但是机密会议 其实你看不到 与他的朋友们都看得到 对 他的朋友是谁 就不知道了 对 而且我觉得很有趣的就是 因为那个机密会议完之后 还有会有一部分呢 是公开的会议 然后就他在公开会议的时候 就媒体就可以去嘛 然后我们其实 记者也有去采访 他就在那边 对这些国防部的人说 啊你们这些报告 有什么好机密的 我看外面媒体讲的 都比这个国防部的 机密报告还要多 还要深入还要广啊 一直就好像是说 国防部你给我看的机密报告 不够机密 他到底想要看什么 他才够 想要怎么样呢 对 那某某刚刚提到的那篇文章 我们会放在这个资讯栏处 大家可以参考 那因为我少记者去现场 这个第一限职机 马文军抱怨 国防部不够机密的现场 不知道该怎么说呢 让人害怕 对 那因为潜见国造这个 其实是台湾目前 蛮重要的国防政策 那目前手艘的海昆号 正在测试当中 那之后是不是会要 继续盖下去 继续制造更多的 这个我们自己的潜见 其实是赖信德政府 蛮重要的国防政策 但因为在建立法院 民进党是少数党嘛 大家都知道少数党的状况 就是不是你想干嘛就干嘛 这样子 虽然多数党其实也不是啦 但少数党 当然就会更辛苦一点 对那所以 接下来这个潜见的预算 是不是会被杯葛 可能就是我们可以观察的一大重点 我觉得这个刚 也可以直接补到 就是说到底外交国防委员会 如果在真的要审查预算的时候 如果投票的话 其实简单来讲 民进党会输嘛 那像比如说 像潜见的预算啊等等的 可能就被杯葛 或者被砍 或者说被冻结 就是要求 你要给更多的报告 我才让你执行 更机密的报告 对 所以我觉得刚刚 其实大家也不要 就是忽略了 其他的委员会的成员 因为刚刚刚提到马文君 好像目标很大 大家说 马文君 然后就只专注定了马文君 看他还没有做坏事 但其实呢 国民党 其他外交委员会的成员 也这个 怎么讲 这个非常精彩 因为其实 我们听有可能比较年轻 不一定记得 这个2000年到2008年左右的事情 那因为当时 也施立法院泛兰多数嘛 然后扁政府 也有相关的潜见预算 那时候泛兰就以这个 买营养午餐 不要买军舞 就是当作一个口号 然后就阻挡潜见的预算 那那时候 常常就在那边算说 什么一艘潜见 可以买多少营养午餐啊 或者什么 买几杯珍奶啊 现在也还很喜欢这样子 那是一个新的 一个预算单位 对 不过大家还有印象 一个画面 不知道 就是说 在这次总统选举前 有一段影片是 赖兴德 相对年轻的时候 在立法院跟蓝营立委 在那边呛声嘛 像说就什么 国家要被你们搞垮了 等等 有一个赖兴德很凶的影片 其实那个就是在 因为就是蓝营的立委 那时候也是多数嘛 所以就在阻挡 这个相关军购啊 也是跟潜见有关的预算 所以才会有那个镜头 对 好了 我们回来这个现代好了 现代的立法院的名单 没有比较不精彩 对 因为这届立委 这个蓝白两党 会不会也继续follow 这样子的事情 那我们其实往下看名单 大家可以一起看 比如说 比如说 这个最近 我们虽然也不清楚 什么时候会上 但是我想最近 他应该还是会很精彩 就是徐乔欣委员 他其实也很特别 就是他这个 刚选上的委员 但是 而且平常 就是他选上之前嘛 大家好像也不会想象 他说 他是有外交专业吗 或国防专业 不是很决定 对 他还是有精品鉴赏 想不要提这个 他精品鉴赏专业 也不是很好吧 你看拿了两个 他会背错LV包 这个 好 我没有管LV包 好 回来 对 因为他最近 他选择了外交国防委员会 这也蛮特别的 因为其实这并不是一个容易 有通常来讲 不是一个容易有声量的委员会 但是这个徐乔欣委员蛮特别 还是跑到这个 外交国防委员会来 那当然还会有另外一个 也是这个有趣的 就是说 因为刚刚有提到嘛 其实外交国防 通常是这个就冷压一门 就是冷门的会议 所以没有冷门的意思 就是相对少新闻曝光 那相对少 过去的 有些正义议题 所以说 像立法院长 立法院副院长 像这种就是 要比较立法院行政职 比较多的这些委员 那也会被安排到外交国防 这样子他们平常 其实不用真的去参加 只要在院会的时候 主持就好 就反正冷牙们 没人要去就塞一些 本来就不适合去的人 那当然其实有另外一个 我觉得也值得 关注的国民党委员 是一个叫做 一个部分区委员 是曾经的退休将领 海军上将退役的 陈永康委员 他是国民党的 相对的 他好像在有些议题上 有提出比较专业的意见 但是呢 到底比如说 在真的重要的议题 比如说 有些重要的国防预算的时候 他会不会随着 其他男人立委一起阻挡啊 或是有一些 很特殊的投票这个出现 我觉得还是需要 持续follow的 国民党看起来 还是用这个 陈永康委员 在一直follow 每届要提名这个 退休将领当立委 这样子的传统 不过上一次 他们提的是那个 吴思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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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还有影像吗 吴思淮 就是去那个叫什么 听训话 对听习近平训话 然后在那边听中国国歌的 而且这个还有一个 这个小八卦 默契我们发过了 就是我们因为记者 都会去委员会采访嘛 然后有一次就看到 吴思淮委员的助理 一个人是高高大大 看起来 有点像退休军人的助理 就跟着他 跟前跟后 那他穿了一件那种 就是休闲运动外套 就很像那种 就是大家有没有看过 那种运动外套 可能背后都会写 那个球队名称啊 或是如果说国家队 那就会写国家的名称啊 那他写什么 非常特别的 就是好 虽然我们不喜欢 中国台北 但是你在台湾 或什么 你要穿个 国家队的运动外套 那你好歹穿个 也许是全是台北 但是我是台湾更好 但没有哦 这个助理 这个大大 我记得他 我们好像有拍到的照片 他穿的是后面写 背金 背金 好哦 就是觉得 外交国防 有北京国家队 就穿了那个进来 就是不管再怎么 没有政治敏感度 也是稍微这个 不过他搞不好 是很有政治敏感度 哦 就是他不是 没有注意到这件事 他是非常注意 好了 希望不会发生 他们的世界跟我们很不一样 他们知道什么 OOTD OOTD吗 Outfit of Today 就他可能出门 请我拍一下 今天OOTD 北京的外套 这样 好了 所以我们接下来 可以一起follow一下 这个新的退役将领 看起来目前为止 应该是跟吴思怀 立场 至少没有 他那么夸张 希望比较好一点 对 那他接下来会怎么样 就值得关注 那立法院另外一个 跟民防议题比较有关 或者是我们比较常follow的 可能会是内政委员会 那因为譬如说 很多重要的国安法案 譬如说反渗透法 就会是内政委员会 在负责审查 那我觉得这要先讲 一个很难过的事情 就是 大家知道 外交部 是哪个委员会审查 当然是 外交国防委员会 但是 那为什么 反渗透法 其实也是 如果境外跟国外有关的间谍 或者什么 透过一些支出的方式 要来渗透我们的时候 好像也从国外进来的 那为什么不是在外交文会 外交国防委员会审查 而是内政委员会审查的 为什么呢 那是因为 因为我们针对的这个是 大陆地区 大陆地区并不是国外 OK 所以以中华民国宪法的结构来说 是内政委员会 是内政 对 所以大家很多没想到的 就是很多重要的国外引起 是跑到内政委员会身上 这其实就是这个 如林佳和老师讲的 虚妄的中华民国宪法 制造的很多问题 对 这个相关的文章 大家资讯在资讯栏 可以发落沃槽的报道 对 那最近还有一个 跟内政委员会有关系的事情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 就是前总统马英九 跟朱立伦居然公开说 要推动这个反渗透法的修法 那他们的理由 因为你听到修 反渗透法修法 本来觉得好像是好事 如果是很不想要是提出来 好像是好事 但没有 是马英九跟朱立伦要提的 他们的理由是 反渗透法里面有很多条文 阻碍了两岸交流 还说要检讨一下 国外无法等等的 那他们到底适何居心 对 因为其实那个时候 反渗透法 还有所谓的国外无法 应该是2019年 那时候 那整年就陆陆续续 把把把把定下来 那我觉得大家可以回去 想到那个时候的脉络 是如果大家有印象 2019年1月的时候 那个时候习近平 发表了一个很重要的谈话 就是想把这个求和共识 一国两制 这些重要的政策绑在一起 那所以其实让整个 台湾社会的压力很大 因为就是 哇 好像习近平真的要有所动作了 那当然台湾 在这个政治方面 也必须有所的反制 所以就是透过了一系列的修法 那去让就是说 如果真的中国对台湾 有一些不然是渗透 那透过金钱 那透过什么政治压力 透过一些什么统战的方式 影响台湾的政治人物 或是退休的军公交人员的话 我们在法律上 我们有什么手段 可以阻止这件事情 简单就整体的讲一下 其实当时这些法案通过的时候 在我少过去 有写过小伙伴报道 其实很多的专家学者是说 这些法律有问题 有问题的是什么 不是说哇这样门关太紧了 这样子我们两岸之间 都没办法交流 会阻碍这个 我们跟对岸沟通 不是 是门关不够紧 这样的法案 只能治标不能治等 但是那个时候民进党政府 虽然还是多数立法院 还是觉得说 好像不要太刺激 就先通过这个版本 不要那么刺激到对岸 或刺激到这个 也许是蓝银的支持者等等的 那对 所以听起来国安无法 基本上就是19年 蔡英文政府 当时为了因应习近平的修法 所以做的一些新的策略 这样子 对 那其实说实在里面 大多数的条文都是 几乎是已经有 本来就有规定不行的事情 然后只是在加重一些罚则 或者是把这个解释的框架更大 比如说像 因为以前可能会提到 就是说像外患罪 外患的定义是外国 所谓的大陆港澳地区 这样子算外国吗 有点尴尬 虚妄的中华民国宪法 再讲一次 对等等 或者是说 如果你真的替中国啊 他们给你资源 让你在台湾发展组织 好 这样不行 要加重刑责 那或者是说像 之前其实有正义过好多次嘛 以前会吵说 要不要定两岸协议 进度条例啊 万一有一天 就突然就签了一个和平协议 然后大家就变 被中国直接这个 统治了怎么办 所以那个时候有些 修一些法律 是规定说 这个两岸之间 如果要签任何 签扯到政治议题的协议的话 必须要非常非常高的门槛 大家可以想象 就跟修宪那种 登基的门槛一样 你国会要团判前 团判后 立法院啊 都要很高的门槛通过 人民这边也要经过公投同意 反正很难的难度就对了 那还有一个叫做什么 吴思怀条款啊 就是说大家刚刚讲到吴思怀 就是你如果去中国 你明明是退休的 这个重要的这个 军公交人员 有公职身份 还去那边参加 统战活动的话 最严重可以把你的退休金 拔掉等等 其实说实在都是一些就是 本来没有这个规定吗 本来没有这个规定吗 本来可以这样子吗 的一些事情 然后当时是2009年 才就把好不容易就 加了这一些就是 好像本来就应该有的东西 那因为修法比较复杂 也比较细啦 那之前卧槽就有做过整理 大家可以看资讯栏的文章 对 不然这样听了 大家会很痛苦 快点这个点 想要把你这边拉走 想说太细了 那因为卧槽过去谈民房 一直提醒大家 要小心混合战嘛 因为事实上 现在战争不是只有 飞弹发射才开始 其实就很早就已经开始了 对 所以因为我觉得这个问题 就是大家可能 对战争的想象 都还挺有在传统的 什么飞机坦克大炮嘛 所以一直想说 所以战争还没开始吗 还没有战争嘛 所以就可以有再过日子 但是其实像中国 他对台湾现在的做法 就是一直用钢铁道混合战 所以就是用很多 还没有达到战争程度的 战争的手段 所以我们如果不对应了 在法律上去做一些调整 再让我们有更多的工具 去阻挡这些渗透啊 入侵 那其实我们都会在 真正开战之前 就输了这场战争 那我们其实有一个 非常关心两岸 以中国因素的这个律师 莱仲强律师嘛 他有做过一个比喻 也蛮有画面的 就是像反渗透法 那当然大家也许不够好 但是呢 他可以做一个什么 他可以做一个像是 台湾民主体制的防毒软体 对 你可以想象 如果就是没有像这样子一个 很基础的守门员 或是你可以想象是疫苗什么的 没有这些东西 稍微去管制 可能的这个外在的病毒细菌 入侵的话 那台湾在中国的混合在面前 就是裸体 好像我们是不是之前讲过 如果台湾没有做任何防备 就像裸体图的翻译像 进到野生动物院一样 对 太多画面了 好 跳过 对但我其实觉得 比较可怕的事情 就是马林九朱立伦 或者是中国党的这些 政治人物跟委员们 好像 你刚刚是直接讲中国党吗 对啊 怎么样 我讲的 可以吧 可以 对我觉得 他们的想象 好像跟我们的感受落差很大 比如说四月花联发生大地震 结果傅昆奇还是坚持 带着国民党团的一些人 去中国 到底是什么原因 或者是什么样的理由 让他们这么需要 积极的取得国会多数之后 就跑去中国 因为你看 这些轻重想要促进统一的人 都采取积极行动 好的 我们所谓台湾 对台湾主体 想要推动的人 怎么不能够积极行动的 于是请Google 积极行动指南购买 我都早推出的 积极行动指南专输 对 不是 我不是要讲这个 啊 回来回来 好了 我觉得这个其实要先提到 就是 大家应该知道 这一波去中国的浪潮 是马英九 那时候 也是四月初吧 你说一路哭的那时候 他 对 他对中国很有感情 对 他看到很多画面 都让他像其他小时候念的 国立便宜馆的课本 对 所以就会想到 我们黄河长江等等的吧 所以他那个时候 其实马英九去了中国 当然见到习近平 他回到台湾 没多久之后 他就跟朱立伦讨论 就是国民党主席讨论说 我们要来修掉 反渗透法 因为这会阻挡 两岸的交流 那朱立伦 当然就接着讲 就是说 对啊 这个东西要修啊 然后还呼吁就是蓝白阵营 就是国民党和民众党 要共同把这些恶法给修掉 再来就接着出现了什么 那修法需要立法院吗 那立法院这个国民党的头头 会是谁 就是立法院的党团 找傅坤起啦 所以接着就换傅坤去 去这个中国这个 不要讲朝贡啊 去交流 对不对 所以这么重要的立法啊 这个议程 我要去听听立法说明啊 对不对 到底有这个 去交流 他具体要了解 这个修法院会是什么呢 我不知道 因为我们 其实也不了解说 他们到底跟中国的 相关的这些 也许是官员 或是同战的人员 到底分享了什么样的经验 因为我们也看不到 而且傅坤解操 做总是让人很困惑啊 对对 很迷 很迷 就跟他自拍 第一阵的时候 他的礼品掉满地一样 就是 想表达什么 想表达什么 他家很乱 意义不明 那当然我们现在 还没有真的看到 他提出要把这些修掉 那会 直接拿掉吗 改掉 删掉吗 还是会微调 那会不会就是真的 就是把整个 台湾的守护的门窗拿掉 还是会 东敲一块西敲一块 会怎么修 那 这个的话 真的我觉得 大家要持续关注 立法院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因为 我觉得就像傅坤起 他去中国的时候说 他们现在代表着 台湾的新民意 对 因为有 他们拿到多数 只有四成的人 投给现在的执政党 那 有六成的人是 没有投给执政党的 所以他们代表了 绝大多数台湾的民意 去跟中国谈判 要修什么修什么 这就是 让人很紧张的地方 一定要关心立法院 那我们聊立法院 刚刚也讲到说 蓝银 其实带着白一起嘛 就说蓝白要一起 对 那这些立法院 其实不是只有蓝绿 还有谁呢 没有啊 有吗 有吗 没什么感觉 有啦 还是有一个党的 而且那个党还蛮多喜哦 几喜一喜 一喜 八喜 真的我看新闻好像就一喜 感觉就一喜 什么奶奶一喜 对啊 那个声量 网络声量 是物理的声量 物理上的声量 对 一个打八个 他的物理声量有八喜 对啦 台湾民众党啦 不会啊 民众党其他习也有做一些 微妙的事情啦 对不对 对 蛮妙的 对 蛮妙 不好说 不好说 妙来描述这件事情 对 那其实国防外交委员会 跟内政委员会 民众党其实也有委员参加嘛 对 因为像外交国防委员会 有一席是 叫做林毅军委员 那内政委员会有一席 那他也比较特别 他是那个 新著名 他是越南裔的新著名 叫做麦玉珍委员 我觉得 与其说先关心他们 在到底的政策立场 或是对于各种议题的态度之前 我先讲一个前提 就是说 当时因为每个委员会 在一开始要开会之前 都会先选 委员会的召集委员 就是刚提到召委 他们会负得排议程 等等的 那民众党的这些委员 他们在选召委的时候 是投给谁呢 他们是选择投给民进党 希望有民进党立委 来这个排议程 还是给国民党立委来排议程 好 他们全部都投给了 中国国民党 所以像民众党林毅军委员 在外交国防委员会嘛 他就投给了 马文军 哇 好帮哦 好帮帮帮帮 对 就是投给那位马文军 所以他希望 他授权给 我们的外交国防政策 我们的外交部 国防部 还有那些机密报告 让马文军来去注视 这样子等等的 对 这就是民众党的立场啦 对 我觉得都很喜欢表面上讲说 什么要监督执政党啦 但实际上就是投票给马文军嘛 不用讲那么多废话 对对对 投给民众党就是投给马文军 实际上真的是这样子 对 字面上 那这八个委员关心了哪些题目 其实是令人有点困惑啦 因为看到民众党在民防啊 国防啊 其实都没有什么具体的政策 像我们之前也讨论过说 诶 柯文哲在选总统的时候 有没有一些相关的主张 好像都没有什么印象 那民众党基本上就是 景涛的新闻很多啦 就黄国昌咆哮啊 黄国昌怒辟啊 黄国昌指控啊 黄国昌黄国昌黄国昌 对对对 景涛就是黄国昌的代词 他给不知道景涛的朋友 他还有人不知道他是景涛吗 景涛有年代了 现在大家谁在指景涛 我不认识那个景涛 我只认识黄景涛 好 对 那基本上就跟这个 刚刚讲到的徐晓星委员一样 基本上就是在冲流量 对 那民众党其他人在干嘛呢 对 黄国昌像是一个 有在担任立法委员的 网红直播主啦 有点像这种感觉 他每天去立法院就是 收集素材 收集素材回来直播 收斗内嘛 对对对 再提到民众党这些委员 像刚刚提到外交国防的林毅君 他其实本职是钥匙 那就是那种钥匙工 当过钥匙工会的那种 秘书长等等 所以其实他如果真的要去哪里 应该比较适合去那种 卫生环境委员会 也就是比较负责跟医疗啊 这个医护人员的等等的委员会 那也不知道怎么安排的 民众党选择让他去 外交国防委员会 所以也不是说林毅君 可能不专业啦 但他去外交国防 说实在的 也不知道干嘛 可能投票给马文君吧 那内政委员会的 麦遇政委员呢 那可能大家对他印象不多 唯一可能比较有 我们自己有发表到是 这个立法院刚开议的时候 不是有一个什么 这个中国籍外籍配偶 是不是该来台湾的时候的 那个有身份证年限嘛 是把它缩短嘛 那一开始的时候 其实他曾经有提出说 要这个也是要缩短 但是其实他当然 背后因为他是 来自越南的新住民啊 他后来又受到越南的 新住民们的一些 不一样的声音 所以他后来也稍微有点 说了 对大家如果看到这个新闻的话 其实蛮微妙的啦 就他一开始在那边说 支持国民党 要把六年改四年嘛 让中佩尽快取得身份证 但后来也说 现在新住民有很多部门 可以求救啊 所以身份证不重要 要把家庭小孩顾好 后来还说什么 民进党比较轻忠 民进党最照顾陆配 支离破灭的发言 不是很理解这样子 对因为我觉得 他们自己也很尴尬 因为他虽然是 他是来自越南的新住民嘛 所以其实大多数的 我不敢讲大多数啦 就有不小部分的新住民朋友 其实他们一直在意的 就是说其实来自中国 或是想陆配 中配的新住民 其实他受到的权益保障 其实一直都是 比其他新住民多的 那但是不知道为什么 政治议题上面的战场 一直都会反过来 好像对于大家 对于中国比较 这个配偶比较不好 或者什么 取得身份证的年线比较长 因为我们这个 为了要就是 真的去了解这个题目 我们还真的去找一些 不同立场 不同意见的新住民 大家其实也可以看 我们的这个 知识栏的这个连结报导 就是在讨论的时候 到底比如像 也是来自越南的新住民啦 就是提到说 到底缩短 中国及配偶的入境年线 有没有什么问题 或者是新住民社群 怎么看啦 对到底这件事情 真正的问题点是哪里 然后真的是 新住民的声音是怎样 而不是就是好像 我们也不希望说 这个是在让新住民 之间不同的 这个让他们去玩 去吵架 也不是这样子 而是真的要综合考量 而人权因素 但是还有国外因素 那取得平衡点 对 对那我觉得 就像刚刚前面讲到的啦 很多时候 我相信投给民众党的人 绝对也不是什么 超爱马文君啊 或者是很喜欢中国党 我相信应该真的不是 对那很多人是 就是觉得说 对执政党有一些不满啊 然后要监督啊 等等的 但是目前为止 看起来这是民众党的委员 并没有做出什么改变 也没有 有什么新气象 对 比如说大声 这也是过去就有了 咆哮的部分也有了 好像没有什么新的事情发生 反而是很多议题上面 基本上都跟国民党 走得很近啊 景涛我看他跟国民党的关系 也是好来好去的 所以这个民众党自主性 或者是所谓的监督执政党 到底在哪里 其实也蛮令人问好的 基本上就跟以前 国民党加清明党 其实没有什么差别啊 对 就是我们以前讲 就2000年到2008年的 泛兰阵营 在立法院过半的时候 是把国民党跟清明党 加起来过半嘛 现在的话 我们可不可以说 泛兰阵营过半呢 嘿嘿嘿 就是因为国民党加民众党 其实也是超过半数立法院 基本上他们愿意合议 通过要通过什么法案 议案的话 那没有人可以阻止他们 那我觉得这一阵子 其实让我们比较这个 亚裔的是 他们开始会在 程序委员会 立法院的程序委员会 就有档案 但我觉得这个概念有点难啊 因为这个应该 立法程序上的问题 那如果简单说明一下 那算什么概念呢 就是立法院在 每一个提案 要正式宣布说 好这是一个提案 我们要开始 后续的审查咯 这个在最之前之前 会有个委员会 叫程序委员会 那它就是按证党比例 排一个分配的 那你可以想 按证党比例分配的话 就是难白过半嘛 所以那个 你提好了一个法案 说我要修改 让国安的这个法规 更严格 不会有这个 中国渗透的问题的话 OK 你要先经过那个委员会 它才会安排做好 那你接下来 才可以在立法院的 院会进行一读 然后我去委员会审查 然后再来二三读等等 所以它是 最开始最开始的地方 但是呢 现在的国民党 和民众党立委 他们已经开始会 直接在这个 最前面最前面的 第零关 就把他们不想要 看到的法案给挡下来 那这个很可怜 就是说 那等于是 每个可能很重要的法案 它连讨论 我们不要说 它一定要二三读 它一定要通过 它连在这个 新闻前面被看到 在委员会被实质审论 被咨询的机会 都没有 那这个是民进党 在过去八年度数的时候 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事 就是很遗憾 这个时候 蓝白过半的国会 居然会是长这个样子 那因为讲到小党啦 比如说刚刚 我们不断讲到说 民党好像没有做什么事情 那可能有些听众朋友 或是有些人会觉得说 小党本来就 没有什么空间做事啊 但如果大家还记得 以前的这个 时代力量 其实也是常数党 那过去时代力量 其实在政策跟法案上面 还是会提出自己的主张 即使他们是小党 其实以前这个 警涛委员 在时代力量的时候 也蛮关心 认透法的 大家可以去搜寻一下 所以黄国上 以前在时代力量 那不是同名同姓哦 怎么感觉不大一样 这样子感觉很不一样呢 哦 同一同姓哦 所以如果大家想要看一下 少数党可以做什么样 这个你知道 进步或是不一样的提案 可以欢迎参考 16到20年的警涛委员 对 所以其实到 大家很多人回头看 发现他们的政治理想 有很大的差异 那也许那个时候的 黄国上 可能会是嫌很多 民进党的法案 不够进步 或比如说 不管是对于中国的 这个防中火渗透的法案 不行 我要再多加一道门 多加一道锁 那或者是说 年金改革 你要再砍多一点 再砍大力一点 再砍这个 年金再砍多一点 但是像相关的法案 现在到了 这一届2024的立法院之后 好像黄国上跟 虽然是民众党的黄国上 跟国民党 默契就多很多了 不管是国民党提出了 反延改法案 民众党觉得说 我不要去阻止他通过 那或者是说 对于一些国民党想要提 把防止中国渗透的法案拿掉 好像也没看到 黄国上要表达什么意见 那或许这是他的 最新的政策选择嘛 但是我们就是需要 比较担心的说 也许我们以为 有些政治人物或是政党 他可能是 有站在台湾立场 去关心台湾的国安 国防或是民防议题的 是吗 还是他们会不会是 有改变了自己立场呢 或是他们会选择 跟着这个中国 国民党的主张走呢 大家可以持续的观察一下 对 那我觉得这个 其实也回头到说 虽然我们的立法院 只是现在刚开始嘛 那其实一届立法院 跟大学一样 就是有四年 大学好像不一定 有些人会念比较久 好 我们立法院 每一届会有四年 所以选完之后 其实这个组成 基本上会维持四年 如果没有发生意外的话 那所以说 并不是说 你好像 你参与政治 关心政治议题 就是四年一次 我投完这个立法委员之后 就OK 好 大家可以回家咯 那我四年后再来看看 发生什么事情 没有 其实每个时刻 你现在投完之后 立法院选上了 发现说 他怎么跟你想的不一样 你可能 你都要开始关注说 到底是不是跟你 有没有改变 你需不需要去监督 你所投出来的立法委员 那你如果不关心 你投作立法委员 觉得反正我怎么做 没有人在意 那他就会越走越歪 就是你可能没有办法防止 有立法院里面 会有暴冲 然后投出来一个 可能危害你我权利的法案 所以事实上 刚萌萌的意思就是说 大家除了这个 四年一次的投票之外 平常也是要关心一下 自己所关心的题目 当然不可能媒体都关心 当然大家可以挑一些 自己在意的 对像比如说 挑卧槽的这个 脸书 IG Twitter YouTube 当然还有最新的Threat 以及Podcast 然后按赞留言 订阅分享 开启小的 不会有听到这个的 应该都有订了吧 会听到这里的 应该都已经订了 也不一定 其实之前都会有人在 卧槽的IG 然后问说 我觉得你们的内容很好 你们应该发在脸书上 好的 谢谢大家的提醒 我们很感谢 所以希望我们的Podcast 听众也有 就是 原来你们有脸书IG 那我赶快去follow 对 我们会观察 我们播出这一期之后 有没有多follow 可能就死相降的朋友 我觉得你可以特别宣传一下 现在有threads了 对不对 我们的threads上面有很多瓜 threads的中文就是 串 脆 或是threads OK 总之凡你们知道去哪里找的 对 请在上面搜寻卧槽 或是在卧槽的IG 可以听到那个threads 会发一些可能平常 其他地方找不到的内容 独家内容 对 真的是独家内容 就有脆编 现场的各种 神奇的观察 这样子 你说你这样会透露脆编 是谁不会 对啊 我刚说脆编的 好 OK 那民房工作什么事 下一集就会是 本季的最后一集咯 我们会来做一个 民房观念的大同整 作为收尾 我们会来谈 民房同心缘 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 那希望通过这个概念 让大家更好去理解 民房这个议题 那也让你认识说 其实你是一般人 普通人 你不是军人 可以在我们的民房体系中 你可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可以做什么 可以从哪里做起 好 那我们就下集见了 好 下集见 拜拜 拜拜 《沃草民房共和什么事》 是一个讨论民房议题的节目 我们希望让民房议题 变得有趣生活化 让更多人一起了解 全民房会的重要性 欢迎把节目资讯 分享给身边的亲朋好友 今天聊到的 沃草文章连结 都会放在下方资讯栏 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发落 我们的 Facebook IG Twitter YouTube 以及我们的Podcast频道